地址核桃的餡料 身形專注層層堆疊 超過20層餅皮 最後刷上全球首賣 台灣限定款的百香果醬 紐約知名千層派來五星飯店 快閃11天 現實限量果然成功引起話題 替未來展店試水溫 我們想知道 我們在台灣的市場很流暢 我希望它會流暢 其實在快閃店的部分 如果能夠快速的 做出品牌的知名度 它就有很強的一家裡 也就是Bucketing Power 能夠去跟在地的帶領 拿到一個很好的授權金 國外知名美食來台快閃 還有這間美國加州 連鎖漢堡店 儘管限定口味 甚至連薯條都變洋芋片 但依舊吸引民眾來嘗鮮 業者每年在全球進行14次 為期一天快閃活動 卻遲遲沒把版圖拓出海外 恐怕也是為了品質考量 痛苦的其實應該是原物料 如何原汁原味的在台灣重現 快閃店尤其在台灣的這個部分 它在人力的資源上面 可能全盤連服務的人到廚師 都是從美國原裝進口 就是為了避免這個商業機密被外洩 快閃遊擊站丟出驚喜震撼蛋 不僅奪下消費者荷包 也成功打下知名度 像是美國平價服飾 以及韓國冰淇淋 都是先來台展開快閃活動 才開力長期店面 快閃的活動用很小的投入 可是可以換來很大的營收 不論是限量期間的營收以外 它還可以收到很多的廣告的效益 甚至在地的市場的支持 畢竟跨海拓點人氣成本 甚至到開車地點通通多點 納入口糧 順勢讓快閃活動成了展店前燒站 記者鄭仁宗 謝偉宜台北報導